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简哥记 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最近有朋友问我,Jerry像这样的回复是如何实现的? 你好,简哥 当前电池电量为54% 今天北京天气是23摄氏度 大步多云,最高温是28摄氏度 其实这个的设置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苹果手机的快捷指令 进入后我们点击上面的加号 这里我们在下面的搜索框输入,朗读 我们点击文本,然后输入Sary要回复的内容 就是他开头说的那段话 完了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加号 这里我们搜索电池,选择获取电池电量 最后我们继续添加朗读 操作步骤和之前一样 我们再将朗读的内容进行修改 比如当前电量为百分之 然后添加电池电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 首先我们点击下面的加号 在这里我们搜索天气 这里我们选择当天天气 完了后我们再点击加号 搜索天气 这里我们选择获取天气状况的详细信息 完了后我们点击后面的详细信息 然后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即可 这样我们一次添加 比如最高温,最低温等等 完了后我们在下面搜索文本 这里我们在文本中输入 今天的天气是 但如果这里没有显示想要的内容 那么我们点击这里的变量 这里我们选择天气状况 随后我们继续输入 完了后我们再点击这里的加号 搜索朗读 这里我们选择朗读文本 之后我们可继续添加和编辑朗读信息 这些大家可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进行设置 完了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输入你要对Siri说的话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